香港第一次入選國家預備載河專家 這位港產太空人早前 據知是有駁斥頭銜的女總督察黎嘉盈 她專長是資訊科技和電腦範圍 加入警隊之後一直在特別部門工作 2023年起在北京接受相關訓練 央視星期二報導 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消息 載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不結束 總共有10個預備航天員最終入選 包括8個航天駕駛員 和香港、澳門各一個載河專家 他們將會進入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 接受全面系統的訓練 國家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不 在2022年9月全面啟動 計劃選不12至14個預備航天員 並首次在港路地區選不載河專家 預備航天員選不分為初選、複選和定選三個階段 香港大約有120個人報名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這次的好消息 值得全香港引以為傲 這是香港的光輝歷史 是首次我們香港市民獲選成為國家 載人航天工程的載河專家 有機會成為航天員 親身去到太空 親身參與科研工作 親身為國家航天工程作出貢獻 寫下特區和香港人的光輝歷史